剩下2491笔 那笔数一定是不同 或者是你删掉某部分的资料 然后呢 我如果说按一下更新 这边也许有个更新资料 刮符从ASA资料库好了 然后呢 按一下它 它可以自动更新 可是我需要的是这个按钮 可是问题是这个按钮该怎么产生呢 你需要写一点程式 那底下会提供给各位两种方法 一个方法是用什么 前面讲过用录制聚齐产生 在那个 这个制定功能区 就是这边开发留言先叫出来 录制聚齐 它会帮你写程式 那因为在资料里面有一个 就是一样 资料里面有一个 从哪里呢 从ASA资料库 那你可以怎么样 先把你需要做的动作先做完之后 把它录下来 写成一个VBA程式 它会录下来 它变聚齐 那你再修改一下 然后呢 再产生一个 这个一个按钮 那你将来按下它 它就会更新了 不过在还没产生这个之前 你可能要先自己做 录制聚齐的动作 所以怎么录制聚齐 产生更新资料 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按钮 那我们先demo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第一步的话也许 我们先彩排一下 就是说 我们 先先复还原一下 我们在彩排之前 最好 这边Ctrl接按一下 我的习惯是把这个 直接把它复制过来 背一下 不然你等一下 做完之后 你 你 做错了 怎么办 回不去了 OK 那就 第一个按E 删除旧资料 删除旧资料 就有标放A1 Ctrl Shift向右 向下 然后Delete 那上礼拜有同学 来问一个问题 他说Ctrl Shift 向右向下 两个动作 可是你可以Ctrl Shift 加end And 一个动作就解决了 有没有发现 Ctrl Shift加end And 就不用向右向下了 就少一个动作了 但是 虽然这个动作很快 可是呢 会有一个问题 他常常会抓错 位置 可能奇怪 为什么 明明应该是在 这个位置的 结果要跑到 空白的地方去 所以 当然有这个方法 可是 比较不建议你这样用 早期我是有这样教啦 可是后来我发现 会出现一些些问题 所以我还是建议 如果你要选取的话 还是用那个Ctrl Shift向右 再向下 比较保险 然后按Delete Delete完之后的话 那我需要 更新资料 从SS 那怎么可能 从资料 这边有个资料 在那个上面这边 因为我的资料来源 是从SS 所以我就直接点SS 那他会问我说 你的SS资料库在哪里 那我就告诉他说 在我的低碟底下 而且你们路径不一样 你就去找你们的路径底下 那范例档里面 找到这一个 OK 开启 开启之后他会出现什么 档案使用中 所以怎么办呢 意思就是 请你把它关起来 因为呢 如果你打开的情况下 他没有办法去做存取 OK 所以他要怎么样 先把SS先关起来 然后这时候再怎么 再按一下 去按开启 就可以开起来 然后呢 他会问你说 那你这个时候呢 你要汇到哪边 汇到A1 那汇入什么东西 其实因为我们现在 如果按确定 他会自己去抓 SS资料库里面的东西 不过你要告诉他说 哪一个 所以特别注意 这边还有个内容 当然汇到表格 内容地方 请你再做一个设定 里面的话有个定义 内容里面 特别注意 在内容里面 就有一些比较进阶的设定 那因为他自己会抓到 抓到什么呢 抓到里面的哪一个资料表 就是问题05 表格 那当然 将来你也可以下什么 SQL语言 我刚刚讲过 这个SQL有点像是 什么 资料库界的英语 就是有点像全世界走得通一样 你讲英文 那全世界应该都讲得通 所以 我是建议 你这边可以稍微改一下 当然你如果用 刚刚预设案确定 他一样会帮你更新 是没错 可是如果说 你希望用SQL的地方 来做更新的话 你可以再把这个地方 前面加一个 SQL语言的叙述 是什么 select 演员 谢谢大家